荣耀时刻 来 让我代表东方风云榜 来分享这个荣耀时刻 一共有四个 我们一个一个来 首先 年度人气歌手 不知道雨昕拿不拿得下 来 接下来 微博人气歌手 继续 网络影响力女歌手 可以吗 好 来 这是属于The9的最受欢迎组合 来 可以啊 雨昕可以这样 我们先来拍照的环节 我们会照顾到每个角度 来这样 我们先来左边 先来左边 好 中间 来 右边 右边 好 再回到中间 雨昕加油 考验臂力的时候到了 来 最后五 四 三 二 一 好的 来 快 我们来帮忙一下 帮忙雨昕拿一下奖杯 哎 麦克风 这样 我来帮你拿走一个吧 来 这样 好 OK 来 这样 我就余有荣烟帮雨昕也拿一个奖杯 分享一下这份荣耀 这样 应该说在刚才荣耀时刻的时候就觉得这沉甸甸啊 得到了一份肯定 那怎么样 今天这个有没有得奖感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非常荣幸 然后我们等待也拿到了这份荣耀 然后对于我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鼓励吧 所以之后还是会出更多 还是一样 出更多好的音乐跟舞台 一直是我的初心 对 是 那今天舞台成现之后怎么样 对自己也不愿意 满意吗 其实这个舞台准备了很长时间 是 对 然后 区别于 呃 之前的是这一次 其实是全女生的舞蹈老师的版本 对 所以刚刚在舞台上也很享受 希望大家会喜欢 嗯 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知道有很多 你的这个歌迷朋友哈 大家都每天在这个心中啊 不停地大喊说 于心于心 能不能多多营业啊 能不能多多自拍啊 能不能多多让我们看到最新的你 最新鲜的你 有没有想过说 哎 接下来 比如哦 举例来说 比方说 不发微博呀 比如说微博上面多翻翻牌呀 多回复一些评论呢 哎 有没有种可能 其实 嗯 大家的希望我都是知道的 哦 但是没有营业的日子 其实也有 很好地把这个时间规划起来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请放心 对吧 就是大家呢 不要说 那没有看到最新鲜的雨晶 雨晶的状况怎么样 你知道 就不用担心 雨晶会照顾好自己 是吧 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呢 既然我们现场的媒体的老师 有什么问题想问一下 来这边 白癡TV的朋友 对 白癡TV这边有 没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对 都不用我 多样的舞台是一定会有的 但是就是 我相信 未来的时间会有 如果有更多的舞台 大家会看到 所以 所以值得期待的还有很多 那么也再次恭喜雨昕 也再次谢谢你 光临我们东方风云榜 音乐盛典的舞台 谢谢 当然今天也非常开心 因为实际上我跟雨昕 四年前有一个约定 我说一定要有一天 为雨昕主持新闻发布会 今天我们终于 很开心很欣慰 很快乐 加油 谢谢 好不好 加油 好 谢谢 谢谢雨昕 这边上去休息